試圖倆練習狀況如何呢 馬上來看看 很高興這次能跟同事合作 因為我覺得 我跳舞姿勢那麼強 還有有一些動作讓我很感興 現在我們就是開始了幾次的練習 然後其實我會覺得 跟我想像中差滿多的 就是對於他的表現對我來講 就是可能基礎沒有打好 然後就需要 真的很需要一段時間來練 7 8 然後1 這隻腳 右腳先出去 對 1 2 3 從沒學過舞蹈的天兒 不但動作一直記不熟 連節奏感也不佳 看來令咱們學習紅石 想能頭疼呢 好啦 趕快看下去囉 對 你要站穩對不對 1 6 1 6 1 6 這我們還沒有配音樂 所以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跳的是 還要再快 因為其實一天 我昨天才教兩個巴很少 而且你今天一早起來有練嗎 對 對啊 所以 因為我早上起來記憶真的很強 對 所以 嗯 嗯 就是一起 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 就是這兩天 像是譬如說 我在跟你講很嚴肅的事情的時候 你看看 你還是會笑笑的 對 就是 對 就像這樣子 可能你真的很認真在聽 對 可是我真的會覺得說 就是我會疑問說 你真的有 想要學嗎 嗯 可能我在跟你很認真講事情的時候 我希望你真的是 這隻耳朵進去了 另外一隻耳朵是分布的 不要是這邊進去 然後這邊就出去了 對 在紅獅耐心的指導 並且嚴格的監督之下 田兒似乎還是沒有明顯的進步 身為學姐的紅獅 也不禁開始擔心了起來 他們是否可以克服這個障礙呢 看來這組的狀況還真是令人頗為擔憂呢 以淘汰賽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他們能順利地完成演出嗎 而其他組的狀況又會是如何呢 請持續鎖定尾黑一次會就知道咯